新北市劳工局受理新北市公安奖报名 只要是推行职业安全卫生有显著成果的事业单位 机关学校或是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其中获选优良公共工程奖项的厂商 还享有一年内新北市府标案 减免50%押标金的优惠 新北市劳工局即日起至3月13号 受理新北市公安奖报名 只要是推行职业安全卫生 有显著成果的事业单位 机关学校或个人都可报名参加 我们新北公安奖有分五大类的奖项 那有五类 第一类就是优良事业单位奖 然后再来是优良公共工程奖 然后再来是优良民间工程奖 然后再来是职场永续健康与安全奖 然后再来是优良人员奖 鼓励辖内的事业单位及人员 积极推动职业安全卫生的业务 然后创造安全与卫生的工作环境 以及预防发生职业灾害 所以每年三四月都会举办 新北市公安奖的选拔活动 为了鼓励厂商落实职业安全维护 获选优良公共工程的厂商 若得标新北市府标案 将享有减收押标金的优惠 那就是他的分数达85分以上 那我们会就是颁与他特优奖 那特优奖的厂商在未来的下一年 参与市府的公共工程标案 他都可以享有有关保固金 履约保固金 还有压标金减半的优惠 那据历年来已经有五家的得标厂商 使用此项优惠 那累积的优惠金额 已经达到六亿元以上 奖项评选将在三到四月中进行 为避免工程重复报名 老检处列出明确规范 我们是以两亿元当作一个界限 那两亿元以上的话 他的进度在二月底以前 他是30%以上 然后80%以内 在这个范围内 他可以来参加 那个有关工程部分 那两亿元以下 他放的比较宽 他是20%以上 80%以下 在二月底的时候进度 在这个范围内 那另外在三年内 他不能够发生重大失业灾害 包括有关是重伤的 他是在有关一到九等级的重伤 也不能来参加 遇报名的失业单位 或个人 可上新北劳动云网站 下载填写表单 劳工局将后续通知赋选评审 这下载填写表明